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 The Wave 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就是 Xperia 1 的 USB PD 充電測試 由於充電時間大約 2 個小時 實時拍片需求容量極多,所以就沒有拍了 雖然是這樣,我接上了 Triger Lab 的 KT-001 作記錄 也是 Xperia 1 使用 USB PD 充電器的數據 首先講講基本資訊 電壓是藍色線,電流是橙色線 而綠色的是充電曲率 而電壓成電流等於功率 只是想知道 Xperia 1 使用 USB PD 充電用了多久的角位 可以跟你們說,由 0 到 100% 用了 2 個小時 而實際在不同電量時的充電速度 我們可以在圖表上看到整體上分了 4 格 分別是 9V 全速, 5V 全速, 5V 慢速 以及最後慢慢減電流去完成充電 在頭 36 分鐘左右,充電器輸入功率大約 15-16 W 而在這段期間,電話電量也去到 43% 和過往有少少不同的是,今次提早進入 5V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同時考慮到 有很多人不理電話有多少電都會帶尿袋 隨時充電的原因 也因為尿袋在升壓降壓的過程 如果充電電壓較高的話 尿袋實際能夠充電的容量會較低壓少 這個 5V 全速的過程維持了大約 25 分鐘 充電功率大約 8 W 電話亦去到 70% 接著的 5V 慢速的階段同樣都是 25 分鐘 充電功率大約是 4.5 W 電話亦去到 86% 左右 最後的 36 分鐘,剩餘14% 開始不停持續減少輸入電流 去到 2 小時 2 分鐘的時候 電話終於去到 100% 完成充電 好了, USB PD 充電器測試就去到這麼多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就有空留言按個 Like 訂閱我這個 Channel 去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 和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